嗨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毕生老师 我们又相逢在德语课堂了 那么在接下来的两个小节当中 我们主要要处理一下 课本第五十页 一篇大的Lazen 那么因为这篇Lazen 它分了阿碑两篇文章 而且文章篇幅都比较长 所以呢我们准备分两次讲解 那么在今天的讲解当中 我们主要处理TextR 并且呢按照之前我们讲的 我们还要继续处理 十个不规则动词的 过去式和现在完成式 好同学们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TextR 请大家自己先读一下 后面我会给大家分段 讲解一下主要的内容 好相信大家读得差不多了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要点呢 第一部分里面 Eltere Initiativen gibt es seit den 70 Jahren in Deutschland 上来有这么一个单词 叫做Eltere Initiativen Initiative本来指的是一个自发性 自主性 前面加了一个家长 合在一块其实指的就是一种 家长自治的一种学校的形式 根据后文的内容来看 其实相当于就是家长自发 他们来组织起来照顾孩子 这样的一种教育的一种形式 我们称之为Eltere Initiativen 好所以第一句话就是说 这种Eltere Initiativen 在德国是从70年代开始就有的 下一句话 Seiddem haben wir ein breites Angebot für Kinder aller Altersgruppen Geschaffen Seiddem这个单词指的是 自从那以后 从那以后我们就 好现在动词呢是 haben geschaffen 就是schaffen的 现在完成时 那我们在以前的讲解当中说过 schaffen这个词 它的第二分词形式是有两种 一 Geschaffen 二 Geschafft 如果说schaffen表达的是 创造 创作出什么东西 那我们它的完成时应该是 Geschaffen 而如果想表达是 搞定了 做完了什么事情 那它是Geschafft 好 根据现在的词形 我们只能理解为 现在是创造出了什么东西 那么它的兵语 就是ungerbot这个词 那么ungerbot又是来自于动词 unbeaten 它的名词 unbeaten是个可分动词 叫做提供 那么提供的东西 就是ungerbot 我们简单的可以理解为产品 但是实际操作当中 那么ungerbot这个词 请同学们根据语境 有不同的理解或者翻译的方法 因为说 如果是在学校里面 那么ungerbot 你就可以理解为 是一个学校的课程 那如果是电视台 他们的ungerbot 我们就可以理解为 是什么 电视节目 如果说是工厂 或者商店里面 它的ungerbot 我们就可以理解为 是一个商品 或者货物 所以这个词 请同学们理解这个本意 德语的本意 那么翻译 或者理解的时候 根据语境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 中文的处理方法 好 回来 自从那以后 我们就给不同年龄段的孩子 我们给他们创造出了很多丰富的产品 bright bright是宽 宽泛 那么在这个地方 修饰的是ungerbot 指的是我们现在ungerbot非常多 我们可以理解为 丰富的产品 或者就是课程 或者就是班级 好 那么下面啊 它每一个小点 说明了一个他们的特色 我们逐点讲解一下 第一点 eltern initiativen orientieren sich an den wünschen und bedürfnissen von Eltern und Kindern 好 像我们这种家长组织 这种家长组织 后面动词叫 sich orientieren an 这是个词组固定的表达形式 请同学们记一下 这个词组表达的是 遵循或者按照 an后面就是 你按照什么 这个按照什么 那么放在an这个介词后面 注意后面是dati 后面跟三个 所以这句话回来 就是说 家长组织 他们是以 家长和孩子们的 vinschen和bedürfnissen为导向 那么vinschen我们知道 指的是愿望 bedürfnissen指的是需求 好 我们再看一下下一句话 这边前半句面有两个形容词 vinschertig和flexibel 前面那个词指的是多样性 后面那个词指的是灵活性 所以他就是说 像我们这种组织呢 非常的可以灵活多样 冒号后面说明一下 怎么灵活多样呢 比如说öfnungszeiten 开放的时间 或者说gruppengrößen gruppen这边可以理解 我就相当指的班级 班级的大小 下一句话 eltern und erzieher oder erzieherinnen erarbeiten gemeinsam das pädagogische konzept 家长和这个erzieher 我们知道erzieher 其实指的是这个教育家 教育者 我们这边其实相当于 可以理解我就是老师 家长和老师呢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动词是erarbeiten erarbeiten叫做拟定 制定出什么东西 家长跟老师制定出 并是什么呢 concept concept是个纲领 前面有个形容词 叫做pedagogisch 这个词比较书面 指的是教育的 这个词比较文雅 比较书面的一个表达 家长跟老师 共同制定出 这个教育的一个纲领 其实就是教学大纲 好 我们再看一下后面的 die Kinder werden in kleinen Gruppen acht bis zwölf Kinder for mindestens zwei Personen betreut 这句话里面 这个动词结构 我们可以注意到是 werden加上betreut 也就是betreuen 这个动词的第二分词 我们以前的讲解当中 也提过 werden加上一个二分词 这其实就是被动态 所以现在就说 主语 die Kinder 孩子们怎么样呢 被照顾了 betreuen是照顾 照料的意思 好 当中这个inclined Gruppen 这个印表示一种形状 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以小组的形式 那么 括号里面告诉我们 几个孩子呢 8到12个孩子 后面那个缝 表示这个被动态的 动作发出者 被谁呢 被至少两个人来照顾 那这样的理解就很 很好理解 孩子们呢 会分成小组 8到12个孩子 每个小组 至少有两个人来照顾他们 下一句话 wer freden 这边动词 叫做促进 那么这个词 我只想强调一点 大家注意 后文还会出现 另外一个动词 叫forden forden 和forden 只差两点 forden 叫做促进 而forden 叫做要求 我们促进孩子们 后面有一个 形容词 这边做副词 individuel 个别的 个性的 独特的 那就是说我们 英才师教吧 每个孩子 我们都会很 个性化的教育 比如说在语言学习方面 下一句话 we haben platte f your kinder 我们是给这些孩子 提供一个名额的 platte 其实就是位置 我们给他们这个位置 就给他们这样名额 一岁到六岁的孩子 以及呢 所谓的所谓的 就是指的是 去书了的 这些kind 那么我们知道 在词里面 书了指的是中小学 其实就是说 已经开始上学的孩子们 下一句话 in gruppen mit kindern von zwei and a half bis sechs jahren lernende kinder auch von einander 好 这句话的主语呢 是 die kinder 而动词呢 是 lernen 就是学 孩子们学 后面还可以有一个 这样的副词 von einander 叫相互的 所以这个 最基本的意思 就是孩子们相互学 那么 第一个成分 in gruppen mit kindern von zwei and a half bis sechs jahren 这边最独特的 可能就是这个分数 二有二分之一 怎么念 zwei and a half 那么我们也可以 以此类推一下 三有二分之一 怎么说呢 就应该说 drei and a half 五个半 fünf and a half 就这么说 好 两岁半到六岁之间的孩子 这样构成的groupen 在这些团队里面 在这些班级里面 孩子们可以互相学习 好 我们再看一下 下一句话 整一句话的主语 是在后面的 我们 动词呢 是一个可分动词 nehmen auf 接受 接受 那么它是一个 极物动词 并语在哪呢 最前面 就是vist 这些兄弟姐妹 好 谁的兄弟姐妹呢 from kingdom 那些孩子们的兄弟姐妹 那么 这个后面的那个逗号 这句话 其实是一个重句 我们称之为 关系重句 这句话里面的 这个d 就是引导 整一个重句的 引导词 它 指示 整个重句 修饰的是前面 这个kindle 什么样的孩子 正常的语序 后面可以这样调整 那些已经在了 这个组织里面的孩子 他们的兄弟姐妹 我们会接受 另外还有一个词 叫beforzucht 这个词指的是什么呢 叫偏爱的 优先的 那意思就出来了 如果说你们呢 已经孩子在 我们这边上学了 那他们的兄弟姐妹 我们会优先考虑 Wir haben auch plätze für kleine Kinder denn immer mehr Eltern wollen schnell zurück in ihren Beruf 好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呢 也会给 那些小孩子的一些名额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名额呢 因为 越来越多的家长 很想怎么样 很快的 回到工作当中去 下一句 Schule Kinder immer mehr Initiativen bitten betroyungen der Kinder nach der Schule an 对于那些 开始上学的孩子 有越来越多的 这样的一种 这些由家长自发组织的 学校 他们 anbieten 動词 anbieten 提供 提供的是 betreuung 那么betreuung 我们前面说 就是一个照顾 那么在此处 你就可以理解为监管 der Kinder 这是个二格 孩子们的监管 nach der Schule 放学后 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对于那些上学的孩子 现在我们这些组织机构呢 也会提供给这些孩子 怎么样呢 在放学后的一个监管 好 我们再看一下 最后一个小点 90% der Eltern in den Initiativen sind sehr zufrieden mit ihrer Einrichtung 90% der Eltern 又是一个二格 90%的家长 在这个组织里面呢 他们怎么样呢 sind zufrieden 那么 zufrieden 这个词 叫做满意 它可以再带一个戒词 叫mit 我们随便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对你很满意 你可以这么说 Ich bin zufrieden mit dir 我对你很满意 现在对什么满意呢 mit ihre Einrichtung 对于这个设施 Einrichtung 指的是一个设施 或者是基础设施 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90% 在机构里面 90%的家长 对于现在这个 这边的条件 都还是很满意的 好 那么我们继续看下去 家长对于这个 mitterabyte mitterabyte 我们知道就是 参与 合作 在一个这样的家长 自发的这样的一个机构里面 的合作 我们家长是需要很多什么呢 需要很多的engagement 这是个法语词 本来指的是责任心 它也可以指付出 付出很多时候 这就指的是什么 叫掏钱 就你要付出钱 以及后面的什么 时间 我们家长很 对于这样的工作 是需要大量的投入的 但是呢 this is the an ideale trefpunkt 那么 在我们这些工作 它也是一个怎么样呢 ideal 理想的 非常理想的一个trefpunkt 我们知道treffen 是预见 punkt 是点 预见的点 其实就是一个会晤的地方 会面的地方 对于谁呢 elton 我的king的 那这个意思就出来了 就是说 对于家长和孩子 我们这些 elton initiative 是非常理想的一个 大家相聚的地方 并且呢 fredent 再次出现 促进 促进了什么 social contact 社会的一个联系 最后一个地点 说明在什么地方 start tau 我们知道tau 是部分 城市的部分 其实就是城区 这个城区里面的 一个社会的一个接触 这种感觉 gefühl 感觉 什么感觉呢 my kind is the good of gehoben of gehoben 来自于动词 叫ofheben 它指的是一种约束 就是那种感觉 我孩子 sein加上阿芬茨 也是一个被动的一种状态 我的孩子 是被很好的约束着的 说白了 就是说 我孩子受到了 良好的教育 有人在管我的孩子 这样子 fühl zu 这个搭配 或者说这个词组 我们可以理解为叫导致 举个例子 比如说 das Apgas 从autum fühlt zu unwert verschmutzung Apgas 是废气 现在什么叫废气呢 汽车的废气 也就是尾气 会导致什么 会导致 unwert verschmutzung 环境污染 这个词请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因为这种词 现在比较热门 好 我们回到原句 Btsung 指的是关系 这种感觉 这样一种感觉 会导致怎么样呢 良好的邻里之间的关系 Winter dem Nachbar Winter 叫在什么之间 它本意叫在什么之下 那么 他后面也可以 跟 比如说跟人 表达就是在这群人里面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理解为 在什么之间 并且呢 Hift For allem 另外呢 他可以帮到 帮到谁呢 Behoffstetisch 这个形容词指的是 有工作的 在上班的 他能帮到那些 在上班的那些女性 The Kinder have mehr soziale contact 孩子们会有更多的 社交关系 并且呢 Lang erfahrung 一个种学习的经验 在什么呢 在这个 Zusammen sein Mit anderen Kinder Zusammen sein 就是一种 在一起的一种状态 和其他孩子 最后还有一个 Alle 这个Alle 指的是一种 二格 各个年龄段的 孩子们的 在一块的 这样的一种 学习经验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最后一小段 Elten initiativen sind in der Regel als Vereine organisiert und bekommen meistens zu schüße vom Staat 那么 这种家长的 这种自发的组织 in der Regel 原则上 一般说来 一般说来呢 都是作为一个 verein verein是个协会 它是 被organisiert 被组织起来 是作为一个 协会的形式 来组织起来 并且呢 得到的是什么呢 zu schüße zu schüße 这个词 指的是津贴 从什么地方 start 国家 那这样意思 就很清楚了 我们这样的组织 往往是一种 协会的形式出现 并且呢 会获得国家 给予的一些津贴 也就是说 我们这样的组织 都是非常正规的 好 同学们 接下来我们又到了 背单词的时间了 今天我们继续 要背十个 不规则动词的 过去式和现在完成式 我们来看一下 写 sehen sehen sah gesehen 看 sein sein war gewesen 是 sitzen sitzen saß gesessen 做 sprechen sprechen sprach gesprochen 说 stehen stehen stand gestanden 站 好 同学们 那时间关系 我们这一小节 就到此吧 我们下一小节 继续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